关于华莱士巨峰的一切都是,呃,巨大的。 蜜蜂的身体大约4厘米,1.6英寸长,约为核桃大小。 它的翅膀伸展到7.5厘米以上,2.9英寸,几乎和信用卡一样宽。 那么大的一只蜜蜂,很难不被发现。 但是,自从世界上最大的蜜蜂Nichael,Pluto,在野外被发现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 现在,经过连续两个星期的搜寻,科学家们又发现了这只蜜蜂,它仍然在印度尼西亚的森林中嗡嗡作响。 一来怀慢想去猎蜜蜂,他是一位昆虫学家,研究昆虫的人,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 他和一位同事将捕猎作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领导的一个项目的一部分。 这是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组织,致力于帮助那些即将永远灭绝的物种。 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资助科学家进行探险,以寻找25种可能永远消失的物种。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出了1200多种可能的物种。 怀慢和摄影师克雷·博尔特提名了华莱士飓风。 尽管竞争激烈,这只蜜蜂还是进入了前25名。 怀慢、博尔特和另外两名科学家,于2019年1月,启程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围细两周的远足。 他们前往仅有的三个曾经发现蜜蜂的岛屿中的两个岛屿上的森林。 慈兴华莱士的巨型蜜蜂称,白以巢穴为家。 蜜蜂用它们令人生味的鳄蛙洞进入蜂巢。 然后,这些昆虫用树枝排列它们的洞穴,以抵御它们的白以巨主。 为了找到这只巨大的蜜蜂,怀慢和它的团队,徒步穿越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丛林高温。 在它们看到的树干上的每一个白以巢穴前停了下来。 每到一站,科学家们都会停下来20分钟,寻找一个能说明问题的蜜蜂巢穴,或者其中一只蜜蜂的出现。 好几天,所有的白以巢都空了。 科学家们开始失去希望。 我认为我们内部都接受了我们不会成功的事实。 怀慢说。 但随着搜寻工作的结束,研究小组决定检查离地面景2.4米7.8英尺的最后一个巢穴。 在那里,它们发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洞。 怀慢站在一个小平台上,瞥了一眼里面。 它轻轻地用一片坚硬的草叶在洞里敲噶。 那一定很烦人。 过了一会儿,一只孤独的母华来世巨峰爬了出来。 怀慢说,它的草叶可能撞到了蜜蜂的头。 我们简直欣喜若狂。 怀慢说。 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兴奋。 摄制组抓住了这只雌星,并把它放进了一个帐篷围栏里。 在那里,它们可以在把它放回巢穴之前观察它。 它是这个星球上,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东西。 怀慢说。 它发出嗡嗡声,张开又合上它那硕大的下巴。 是的,它有一根刺,可以和它的巨人般大小相匹配。 它可能会使用它,但怀慢不愿以身涉险。 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在2月21日,宣布了这只蜜蜂的重新发现。 目前还没有回去寻找更多蜜蜂的既定计划。 科学家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 但是它们知道一些当地人在过去偶然发现了这种蜜蜂。 它们甚至通过在网上出售这些昆虫来赚钱。 研究小组希望这次重新发现,能够激发人们保护蜜蜂和它们生活的印度尼西亚森林的努力。 博尔特在网上写道,知道这只蜜蜂巨大的翅膀,在这片古老的印度尼西亚森林中震动,让我感觉到,在一个如此失落的世界里,希望和奇迹依然存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